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朵帅气 淘宝 气贺了 我的公子哥 灵药 是的 我打了他 那此时的我 本该在教室里追逐我成为设计师的梦想 这一切 我不错了 不如拜我的闺蜜 韩晓艾索 我下次一定记得成立 不然我就 我就跳下去 跳 我 我觉得还是不用跳了 反正现在剧也迟到了 梦想也就破灭了 还不如跟你一起跳 我想到一条劲道 走走走走走走 快点 快跳啊 磨蹭什么呀 上你下开的照片 到底交不交出 照片我真的已经删掉了 电脑里还有没有备份 再给你个机会 不然报警了啊 那是个好事啊 现在不是你饭话吃的时候 路 你们干嘛呢 还不住手 我伸张正义呢 别多玩些事 莫莫 我觉得有误会 我们还是走吧 我数三个数 再不交 我就帮你一把 三 你别怕 我一定会帮你的 二 一 愣着干嘛 跑啦 你看看 六哥 给 都怪领养 还有我们迟到 还有喜监讨 这事不能又这么算了 当然就不能这么算了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人 等等 教堂 决哥 大学校与惊验最强凌助 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 不行 我去找他掰扯一下 赶黑我们耀哥 我们明明是神章正义 算了 不要跟他们计较 人魂就是容易遭人妒忌 灵药 你在干嘛呢 怎么不说话呀 这次还是因为钱的事 知不知道你的事情 让股价跌了多少 果然还是因为钱的事 钱怎么了 这么大你挣过钱吗 还不是要靠家里的 既然你那么关心灵氏 那么心疼你这些钱 那好啊 以后我都不跟你要钱 你 别害了 我告诉你啊 你可得小心点 据说以前有过学弟 在校园论坛上 实名弟子的灵药 他那个后果 有色伤化学课 稍被你直接保证 看电影的时候 莫名其妙被爆米花 埋了起来 还有 打乒乓球的时候 发球机突然坏了 大脚一个派 这不都是传言吗 哎呀 反正你小心点就对了 唉 走吧 上课去 走 小恩 走走走走 啊晓恩 我先帮你潜入敌军内部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 简直于你头在 零药不是这样的人 这是一个阴谋 但是居然还有 你再帮零药什么话 到底是谁呀 唐嬷嬷 敢诬陷零药哥哥 这才刚刚开始呢 这边 加油加油 零药 居然还没顺人设的打篮球 那个男生好帅啊 喂 唐嬷嬷 唐嬷嬷 你还敢来找我 我有什么不敢的 做贼心虚的人又不是我 我也没做 你没什么 你敢说你为欺负固持 你敢说你为找人破我泡面 我 没话说了吧 零药 我告诉你 你要对付我的话 你就直接来 怂了我就不叫唐嬷嬷 小心 零药 你完了 你了 沐嬷嬷 我知道他们要怎么整你了 秦林说 要用水球砸你 欺人太深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 你要干嘛 想要证明你清白的证据 周五两点学校中庭间 反击 既然他们想用水球砸我 那我就以奇人之道 还治奇人之身 把灵药骗过去 让灵药亲自尝尝水球的滋味 多装点水啊 抓紧时间 每个都坐大一点 疼你 快点 你们两个蹲这儿 大家都别露头啊 你们两个在这儿蹲好了 准备好了吗 以千恩计划进行 灵药 看你往哪儿逃 证据呢 唐萌萌又走了 快砸 收到 砸 等等 我可不想 曾遭到乱淌了爱情 唯 记得会消息 总弹琴骂我太温 看不到你心意 当时 他的脸距离我只有零点零一公分 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 他将彻底爱上我 然后给我深情一吻 喂 你怎么不玩啊 妖哥 你这手一会儿还能上场吗 没问题 妖哥 你昨天那一出英雄救美 还真壮观 你什么时候看上人家的 难不成 英恨深爱 我能看上他 对啊 你都对人家 这样那样了 我出消息 这么早 我带了 我带了 林妖哥哥 现在学校到处都是你和唐嬷嬷的传言 你要不要澄清一下 有什么好澄清的 没必要 可那个唐嬷嬷也太过分了 故意和你牵扯不清 就是上次的教训还不够 上次学校对你的处罚还不够重吗 我说大小姐 这次要不是妖哥 你还得被老师骂吧 挺好看一姑娘 有这些功夫 你好好多点书多好啊 什么人啊 这是 菲菲 别生气 要知道你和林妖 才是青梅竹马 唐嬷嬷算什么 唐嬷嬷不过就是个跳梁小丑 对啊对啊 我们犯不着跟她计较 当然要计较了 这个时候 就更应该宣誓主权 千万不能让那个恶毒女配 刷手段上位啊 你看你们俩多般配啊 就是这进度吧 有点太快 下一次 不会 善儿不渔了吧 小爱 我劝你赶紧把这个删掉 对不对 要不我就走 你别冲动 林妖啊长得挺帅的 这个不可以 我才不稀罕你 唐嬷嬷你简直不知羞耻 对不知羞耻 对我们菲菲还没亲过呢 你闭嘴 你最好离林妖哥哥远一点 哥哥哥哥的 你是在下蛋吗 我才没那闲心 你还给我 林妖哥哥是我的 你想都别想 就这么走了 你才想都别想 你疼嬷嬷 你疼嬷嬷 你 你们干嘛 很小爱 嬷嬷 还有一周的时间 报名就要截止了 你还来得及 画点设计图吗 我来不及也得来得及啊 我今天一定得赶上 林氏 进了MUA 就等于拿到了 海棠角的晋级卡 一定不能错误 有没有什么 我可以帮助你的 你啊 还是赶紧完成 大魔王交给你的 一万字检讨吧 嗯 你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啊 还以为谁跟踪我呢 是我 别怕 这么晚了 你怎么会在这 因为你在这 你找我 是有什么事吗 有事 很重要的是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喜欢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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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你也很喜欢我的对不对 不过一切的来救我 为了我 还心得到灵芽 我没有 欲擒故走 你们女人都这样 那个小鸭也是 要不是灵芽那小子多管闲事 她已经是我的人了 不过你别害怕 很快 我们就能在一起 别人来打扰我们了 救命啊 谁啊 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还是太仁慈了 别动 不会 你没事吧 你 你没事 怎么回事 同学 是你打电话吗 对 这个就是学校最近出现那个教员面态 这是他的犯罪证据 好 我们会处理的 起来 走 那么紧张干什么 你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路过 那个 谢谢你啊 我今天才知道 之前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啊 你受伤了 我背你 不好吧 背你去医务室 上来 老师好像有事出去了 看下你的伤 这点小伤我也能处理 你先别乱动 应该是吐这个吧 这是点酒 你先用什么 我哪知道它是点酒 它上面又没写 点酒是红的 你色盲吗 我当然看得见 就是没注意而已嘛 它不会真的是色盲吧 我来帮你弄 谢谢你啊 等一下 完蛋 他要干什么 他不会发现什么了吧 这是几 九 这个是几 九二八 还好我背的手 走吧 走吧 等等 这人还有完没完啊 这外套是什么颜色 算了 弄一下 黄色 错了 是绿色 韩梦王 原来你是 别说 没想到 色盲也可以学设计啊 我只是红绿色盲 又不是全色盲 看那件颜色的好吧 色盲还有分的吗 当然分了 真不知道你这纸商 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凌压力齿的 就不怕 我把你的秘密曝光 见不了那什么 MUA 你 来 林大少爷 你今天肯定饿了吧 忙活这么久 我给你 拆个面包吃 本少爷才不吃那么普通的东西呢 饿了就饿了 要不是因为你 本少爷犯得着吃这个 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老头 因为你那个视频 断了我的生活费 唐某某 以后你得负责我的一日三餐 我 凭什么 不想进MUA了 你干嘛吃我面包 我以后都是你负责人了 我吃你个面包怎么了 怎么 怎么都十一点棒了 这样宿舍肯定回不去了 叫苏管开门不就行了 你懂什么 我们现在回去就会被扣学分 我扣了学分我就考不进MUA了 那你确定你要一个人待在这儿 没有别的办法了 不待这儿 我听说 之前这个地方 有个学姐在医务室吃了安眠药 从此啊 每到凌晨十二点 这里会有莫名其妙的哭声出现 很可怕刀 我才不怕呢 你赶紧走吧 那我就走了 你走吧走吧 赶紧走吧 那我真走了 这什么人啊 他肯定是故意吓唬的 唐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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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唐某某 你真不走了 现在时间太晚了 回去也比较麻烦 就在这儿 将就一晚 就是就是 多麻烦呀 行了 睡觉吧 这人 好像也没那么坏了 就在这儿 说 做恩去哪儿了 跟谁在一起 小爱 我申请五分钟 不敢惹自由陈述事件 好 坦白痛快 就是我昨天不是走了吗 然后我走到那条小道上 我觉得有人跟踪我 逃脱外界的车会零药的车会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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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衣物室待出了 男人果然是个好人 我们之前还说他是个坏人 不对 他就是个坏人 贼死我了真的 他知道我是色亡以后 他让我 唐宝宝这么穷的一个人 负责他的一日三餐 我哪里有钱啊 太过分了 简直了 所以你们就睡在一起了 给你看 这个是他的喜好表 我发现他不能吃辣了 不能吃辣 这就好办了 谢谢你啊 姐妹 按照约定请林大公子吃饭 我可是点了整整一桌 耀哥 你不是不能吃辣吗 啊 你不能吃辣 那怎么办 我可是无辣不欢 看来我们不能天天一起吃饭了 谁说我不能吃辣了 我从小吃到大 你别光吃肉啊 辣椒才是辣子鸡的精髓 你要是不能吃就算了 我这才刚开胃 是吗 那你可要多吃一点啊 你要是不能吃就算了 我这才刚开胃 我才刚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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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那你可要多吃一点啊 你可要多吃一点啊 我们耀哥都说他能吃辣 你还给他端水 瞧不起谁啊 还是你想让耀哥说 我没有 你就有 我觉得我们口味挺一致的 以后得天天一起吃饭了 谢谢你的午餐 还没吃完呢 别忘了某人的秘密事情 你这怎么没擦干净呀 吃饭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啊 邀哥邀哥 啊睦睦你没事吧 喝口水 拉死了拉死了 我 邓默默 我饿了 要吃早餐 滚 哦 对了 你想去的那个工作室叫什么来着 MUA 来了 哥 我掀死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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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也吃点啊 早餐不能少 来喝点粥 不吃你吃吧 你吃吧 你吃 快吃 我真的不喝 要不然我喂你啊 我自己来 来 好喝吗 嗯 吃饭吧 帮我取个快递 好啊 好轻松 我 raw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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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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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快递 分几次拿不就好了 是不是傻 好 我傻 行了吗 帮我送瓶防染霜到篮球场 MUA 烦死了 进来这么快 我做过了什么 这么好的爱情 我一定要亲自见证 我一定要 鞭筹 给 蓝珠 我就真空了 来 接着接着 你来了 我新画的 不是吧 姐 你又开始你的丝纯漫画了 这可是某某和零腰的最新进展 你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刚才同框的时候 我的图体 这边 我谢谢你 来来来 快去快去 不去不去 房子房子 毛巾 擦 漂亮 你不擦蒜 你眼睛上好像有脏东西啊 我帮你擦一下吧 你是不是有毛病 这不是脏东西 这是被你炒得画歪了的眼线 漂亮 林大少爷 我这几天忙上忙下的伺候 你还不够吗 要我帮你擦汗 自己不会擦汗的 我告诉你 MUA没用 别再给我听MUA了 老娘不伺候了 她 我 没想到我们邀歌 喜欢河东西吼这一款哪 你又 没戏咯 这个女人 太可怕了 听到了 小孟 小孟 我 你怎么做 我 球 怎么都不进去 唐嬷嬷 你昨天离开篮球场之后 是不是回教室了 是啊 可是 果然是你 你为了进MUA 竟然毁了大家 要拿去参赛的作品 我没有 我是回来了 可是我没有懂大家的作品 那你怎么解释 就你的桌面是最完整的 我 老师 我没有 好了 都别吵了 这件事学校一定会调查清楚 上课时间到了 我们去另外一间教室上课吧 可是老师 你还没有定 没事的 大家别担心了 这次的事啊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咱们先听老师的吧 不过 老师 唐嬷嬷也去的话 我担心 大家的抵触情绪可能会很大 那唐嬷嬷 你就先别过去了 把这儿先处理好了再说 啊 你 你 去 你去 你去 去 你去 我你 妖哥你走那么快干嘛 明明就不是你做的 欲家之罪何妄无辞 肯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 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在等着我 坐坐坐 我说三个说 那你要是再不给我坐坐 你不就 妖哥你怎么 他蒙我 你没事吧 没摔着吧 没 没事 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因为想你啊 我都多大了还跟我开这种玩笑 你都多大了还这个样子 刚才要是我不在看你怎么办 还有我 灵药 你怎么认识唐嬷嬷 你也认识嬷嬷 灵药 你认识我哥 你哥 妖哥 你也是 警察 绝对 你怎么行 如果你法拉 我还会 不得 你俩 你kah 你你能干得 你 你 给我 这个坏的太厉害了 要不我给你买台新的 我也能给你买 我能给你修 你会修这个 那当然 我们是靠实力吃饭的 不像某些人 只会用钱来解决问题 等我来修 你真的会吗 联系 马上就好 饿了吗 要不要去吃饭 不吃了 哥 我等会儿回去再吃 好吧 说到吃饭 我还真有点想你做的排骨汤了 小喝汤 这么多年了 我都做过一天 我看你是像上天 那当然 我做的排骨汤可是有毒蜗蜜方的 你要想喝 我给你做 好啊 煮什么汤 汤有什么好喝的 你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 我找了好久呢 谢谢林奥哥 昨天教师是你弄的吧 你在说什么呀 你别听别人瞎说 别小辩了 监控已经拍到了 不可能 监控早就被我 被你什么 说漏嘴了吧 我说什么呀 我就是因为钱包丢了 去看过监控 知道监控坏了而已 其实监控没坏 你删的视频 我也让胖子恢复了 你逃不掉的 林奥 你真的要为了唐墨墨 这么费尽心思的对付我吗 我认识了你十年 喜欢了你十年 你就真的对我的感情 这么不屑一顾 要为了一个什么都不识的唐墨我 跟学校告发我吗 你难道真喜欢上他了 大家停一停 你自己跟同学们说吧 对不起大家 上次的事情 都是我做的 是我一时鬼迷心窍 嫉妒唐墨墨 所以陷害了他 不过 学校和老师 都已经教育过我了 我也已经知道错了 我不该破坏大家的作品 造成的损失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补偿给大家 还请你们 忍了我这一次 不是 你信吗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 虽然晶晶犯错了呢 但我相信她肯定不是有意的 大家投稿MUA的事 我也帮大家解决了 晶晶是我朋友 我希望大家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原谅她这一回 她以后肯定不会再犯错了 我保证 我不会再犯了 大家觉得呢 对啊对啊 谁还没有个犯错的时候呀 嗯 好吧 拿下部为例 回宿吧 嗯 现在开始上课 这明显就是乔南飞干的呀 黄婷婷就是个背锅的 算了吧 算了吧姐妹 这就是现实 你怎么来了 当然是来接受你的感谢了 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好啦 谢谢你帮我洗清烟区 那我 那你做饭给我吃 嗯 就是任杰说的那个汤 不做 没空 别的也行 你做的就行 那走吧 去哪儿 买菜啊 走吧 你干嘛 你以为我想牵你啊 红灯 我只是色盲 要不是瞎了 你分得牵红绿灯 废话 怎么就分清 哎 你不是色盲吗 我看你也没什么障碍吧 是不是对我佩服的无底头地呀 给点颜色就开人房 真看不出来 你还挺过选地方 天台还真挺适合烧烤的 本女神 怎么就看不懂本少爷的浪漫呢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没有 好 今天本少爷就给你露一手啊 油 我知道了 别慌啊 不 你走你走 身那都没趣 行了 怎么样 要不要再加点孜然 好吃 拿着吃 大萌萌 你有点东西 你别突然夸我 你会有什么后招等着我吧 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一定很努力 这算什么 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努力不是才是唯一的出路吗 想做的事吗 真羡慕你 我好像没有了 不急 会有的 你也别光顾着烤啊 你也吃一点 好吃吧 不愧是我 走 来 你在干嘛 走了 走了 走 走 不要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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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哪个鞋子 站住 站住 想要一点点靠近 别等我 昨天你都要想给你 엎 嗯 不比 我没听到 现在他全部都 weet 啊 天咱们 三十二关我就 наверное 啊 煩死了想什麼呢 該睡覺 睡著了 你怎麼回事 單相思啊 相思苦啊 我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湯萌萌 跟你說了多少遍了 我們是做設計 不是流水線 尤其是服裝設計 你得加上自己的創意 多動動腦子 就你這麼一板一眼的用色 還想進MUA 回去好好想想吧 槍翼這沒透皺的 都能夾死一隻蒼蠅了 是嗎 被老師罵了 可能色盲要當設計師 就是在痴心妄想吧 我在想 我是不是應該換條路 會比較合適 老師說你什麼了 瞧把你給打擊的 老實說我用色保守 進不了MUA 用色保守 不好嗎 太保守就沒有競爭力了呀 你學設計 是想要跟別人競爭 還是想要表達自己呀 而且顏色又不是設計的全部 老師也不能代表正確答案 不要對自己這麼沒信心 我就覺得你很棒 真的 當然 別不開心了 走 帶你去找找樂子 找樂子 嗯 這就你說的找樂子啊 對啊 待會兒給我加加油 把所有不開心的事 全部喊出來 你這是讓我解壓 還是讓我幫你應援 耀哥 你怎麼來了 你今早上不是手受傷了嗎 對呀 這 教練不是說了嗎 這場你先別上了 對啊 沒事 這場比賽 我也非打不可 待會兒 你好好看我怎麼贏吧 我去換衣服 走 你來啦 你說他們能贏嗎今天 肯定能贏 你穿那麼好看 你穿那麼好看 唐嬤嬤 這是我的位置 哦 你說是你的就是你的了 證據呢 這就是我們菲菲的位置 自己把自己當公主 覺得全世界都要圍著你轉 哼 唐嬤嬤 你讓不讓開 我就不讓開 我不讓開 我不讓開你能拿我怎麼樣 你 你 喂 你們要吵出去吵 好 比賽都快開始了 別影響我們看比賽 拜拜 拜拜 開始了 啊 你說 我 你 你 把 停下 停下 你要拿球了 到底能不能超到历史 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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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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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UA的面试通知 菲菲 你也太棒了吧 恭喜你啊 谢谢 等到时候面试过了 我请大家一块吃饭啊 那说好了啊 到时候我可不会跟你客气的 一定 小艾 我也收到通知了 真的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的嘛 有些人也不知道在高兴些什么 还真以为自己能进MUA 也不说拿剑子瞧一瞧 衣服穷酸药 我怎么做的 要是我呀 都没脸去面试了 就是 连剑拿得出手的衣服都没有 出去都怕丢了咱们戏的脸 你们 好了 走 请你们吃饭去 算了 那也算了 小艾 乔暖飞这样太过分了 睦睦 你一定要进MUA 好灭灭她的嚣张气 当然 乔暖飞虽然讨厌 但是她有件事倒是说对了 嗯 什么啊 你这些衣服 真的不行 太素了 MUA可是以色彩著称的工作室啊 里面的设计师肯定一个个都打扮得光鲜亮丽的 你要就穿这些衣服去面试 你没能开口呢 影响分全没口没了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要不 揍着去买衣服吧 我看行 哈小艾 我到下门口了 你人呢 你 黄默默 你 怎么在这儿啊 等你啊 叛徒 放心 我的眼光很好的 嗯 行吧 林药 这也太多了 好看 好看的 不多 先试试 去吧 去吧 赶紧拿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就这件了 其他的也帮我包起来 好的 你稍等 那就谢谢林大少爷 让你破费了 我 我哪有钱 那你还让人去包起来 你知不知道我摄像刀裙子就要两千八 你觉得我有钱吗 林药 干点人事吧你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哎人呢 那我现在去哪 我带你去看看赤土少女的时尚大厂 嗯 走 你确定这有能穿的衣服 你懂什么啊我都是在这逃的 哎 来 就是那件啊 啊 走吧 嗯 来 啊 老板 老板 这件帮我打包 好的 我里面给你拿起新的 什么颜色啊你就给我打包 你相信不相信我的眼光 嗯 好吧 去看看吧 去看看吧 林药 嗯 这个是什么颜色 红的 那可能不太好 哎 烦死了 反正我也认不清什么颜色什么颜色 相信你了 就算你挑那套 那要不你也给我挑一套 就当我今天跟你当造型师的 酬劳了 我挑 嗯 我看不清颜色 我跟你挑肯定很奇怪 你想那么多干嘛 随便挑 反正 我穿什么颜色都好看 自恋狂 那我随便挑了 大胆挑 你干嘛 穿成这样出去 那你怕不怕 有点 怪你非要落我下手 咱们管溜一圈 那走吧 哎 哎这个 玩这个吧 不要 来那个 我可不想 玩那个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没 记得会小心 总太紧马 让我太温 她 在面临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抉择 一边 一边 是霸气象草 灵药 一边 是温柔灵家哥哥 人杰 她将敢何去何从 真爱 又将化落谁家呢 啊 熊爱 嗯 我知道我们家灵药 嗯 这可是她惊喜为你挑选的 包含着 满满的爱意 不过这个人杰也太有心了吧 竟然送了一套MUV的最新款套装 如果穿着这个训练式的话 肯定会提升考工的喜感度 嗯 嗯 嗯 我还是账目摘灵药男神 她送的这是衣服吗 那是满满的爱意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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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药糖CP 不会要白登顶了吧 不是 我只是想感受一下MUA的设计 还有检查 还有面料 我想着说不定下午面试的时候 会不会问到呢 对吧 那我们药可的爱呢 反正面试在下午 等上完课回来再换也不迟啊 嗯 这件衣服真的好看吗 你先坐好喝喝啊 当然啦 你可是我 蹂蹦掉的 你頭所拿 你都坐那片 texts 你们还会写什么作业啊 我冡 seen 装衫了 怎么样 笑 都知笑扁 千 谁瞅谁尴尬 送死了 这堂课我们来谈谈丝巾的设计 今天这两位同学的衣服正好一样 不如让他们来个PK 用同学们设计的丝巾 作为不同的搭配 作为服装配饰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即使是相同的服装 也会因为搭配的丝巾 设计不同 技法不同 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东施孝贫 孝花面前自取其辱 同一件衣服 那乔软飞穿上就是真公主 我们默默就是地摊户 这也太过分了吧 她这张是精修 你这完全是高虎 一看就是她故意的 MUA的面试不是在下午吗 怎么不穿我跟你选的那套 我打算下午会 我下午去MUA面试的时候 穿这身衣服的话 可能比较好拉近好感动 也 还是 当然了 那还得感谢我们人杰哥哥 啥 人杰 他这什么眼光 这件衣服一点都不适合你 你刚刚还说不错呢 那是人好看 这跟衣服没关系 还是我挑的那套比较适合你 要不 下午回去换了吧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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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走起来这么一看 这裙子真不行 还是换了吧 是吗 你等等我呀 无论是从配色还是设计 都不适合你 既设计是工作室靠的是实力 又不是打扮 再加上 还和乔暖飞撞衫了 你是说我穿的不如乔暖飞 没有 那倒没有 只是我担心你 万一面试的时候 在场的人都撞衫了 那多尴尬啊是吧 你不是才说靠的是实力 撞衫了也不尴尬吗 也没 你的实力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了 你看这有线头呢 对不起啊 你呀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干嘛呢 不是无意的 你们玩得也太丝气了吧 干嘛呢干嘛呢 再怎么吃醋 也不能扯我们衣服呀 睦睦本来就想穿你的衣服 我又没要扯 你什么你 我们上午是设计课 动针动剪刀什么的 很容易刮伤衣服的 睦睦也不想弄坏 你送给她的衣服呀 特意没穿的 就等着我们面试之前画上 对不对 走 大笨蛋 果然还是我的眼光好啊 是吗 某某 别紧张 你一定行 嗯 去吧 有些东西注定不属于你 再怎么费尽兴记也是得不到的 你都多大人了 还相信命中注定 设计得不错 只是你也知道我的设计 在用色上一向是很大胆的 你怎么会想来我这里 的确 之前的我 一直都很遵循那些 末首成规的用色规律 像是被圈在一个笼子里 但是最近 我遇到一个人 他告诉我 颜色不是设计的全部 作为一名设计师 不能被颜色束缚 更不能被规律锁住 所以我想要来MUA 跟着您学习 突破自己在用色上的禁锢 探寻新的颜色世界 探寻新的颜色世界 这倒是一个很有新意的理由 怎么样 这次没选上 下次还有机会啊 应该跟我选的衣服有关系 我通过了 我通过了 对我擦眼睛 梦梦梦梦梦梦梦 叫我啥救濟 又怎么了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我们下午规划课的南木特 又放我鸽子了 救救我 我 我认识的男的你都认识 按摩弄住 不不不 你这次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站在我旁边 安静地站着就行了 嬷嬷 求求你 要我这次 我再找保安大叔帮忙呢 同学们一定会帮我替天的 当时我 行了 怎么帮你 爱你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报名参加人体模特 就可以获得我们小花的微信号 走了走了 不行不行不行 你可答应过我的 不要了韩小艾 这么多人都在这儿看着呢 你帮我 哥 祝快女儿 顺利入职MUA 谢谢 你怎么今天有空来学校啊 本来今天是挺忙的 但是 专门抽了一天时间来陪你 我面子这么大 那当然了 在我这儿 你永远都是流线的 有 这不是任人总吗 怎么 有空来学校 回忆逝去的青春 来陪莫莫 莫莫 这花她给她 我画个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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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多了 算了 不跟你记住 这个笑话微信 不会是唐嬷嬷吧 我 唐嬷嬷 也可以啊 居然光明正大的 居住家微信啊 对啊 莫莫 你怎么也得有点防范意识 不要随便给莫生人威胁 是我 拜托莫莫 帮忙找人 下回去跟莫科 还可等不透 人体模特 你可以找我 你知道什么是人体模特吗 当然知道 为艺术现身嘛 我在所不辞 就怕某些人为艺术现身 又先处一次校园头条 哦 对了 我忘了某些人 就快出国了 出国 对啊 难道你爸没告诉你吗 他前一段时间 来找我咨询学校 说是要送你出国留学 你要出国 我自己都不知道 莫莫 咱们先去吃饭 不是 你先说清楚 出国到底怎么回事啊 别走 哎 不是不是 那我莫特怎么办啊 谢谢你啊保安大叔 这次多亏了有你了 可几啥 我这都老有经验了 而且我最近抓了好几次学生违规 这都练出一身剑子肉了 可以可以 那个 对不起大家 今天我们的男模特 来不了了 不过 我们还有可爱的 大家不用这么热情 我叫刘德华 大家可以叫我华哥 今天来给大家做模特 其实模特这个行业 我还是蛮了解的 就是小时候拍的照片特别多 那都放在眼 大家好 我叫王同契 自成于2002年10月1日 身高180 体重100公斤 平时呢喜欢唱唱歌跳跳舞 谢谢代码请大家多多关照 好 欢迎 感谢三位男神的鼎力相助啊 不过当我们的模特需要把衣服都脱了 全脱 啊 你要是觉得为难 喂 妈 你们两个 安 哎 有事啊 妖哥 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 我们还有可爱的保安大师啊不是吗 你动一下 哎 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这样画也挺好的 嬷嬷 我们 都觉得很好了 来 琳瑶哥哥 今天真是多亏你了 琳瑶哥哥 琳瑶 你下次什么时候来啊 琳瑶哥哥 下次我们上课你再来吧 不对不对 我干嘛要生气啊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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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们还没有毕业 但是既然出来工作 就要保持职场人的觉悟 工作消息要回复及时 遇到问题 要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要一天到晚 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参与设计 一个个的能力不行 还心比天高 要是熬不住的话 就趁早滚回学校 别浪费彼此的时间 好的 老师 我知道了 这里就是你们的工位 要是缺什么的话 直接跟行政申请 还有 我不是老师 叫我Amanda 好的Amanda 您辛苦了 Amanda 带时医生呢 真羡慕你 不像我每天累死累活的 两位妹妹 等会儿有空的话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算给你们接风了 这就安排上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入职的是 你的工作室呢 麦田老师还有事情 我先走了 再见 我劝你们两个 最好不要在我眼皮子底下 不要耍心机 我最讨厌只会搞事 不会做事的人 很邪是吧 来 这是两份手稿 今天把样衣做出来 做不出来的 明天就不用来了 我会努力的 好 你们两个谁有空啊 帮我去拿下快递 我正好弄完了 我去吧 去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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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动了我的设计图 不好 最后一匹布料 被我拿到了 小暖飞 把布料还给我 唐默默 你不干设计改做强盗了 你偷看我的设计稿 故意拿走我要用的布料 你还好意思说我是强盗 小暖飞 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就不怕我告诉麦田老师吗 你要用这布料我也要用啊 仙道仙德怎么就下三滥了 自己来晚了还说我偷看你的设计稿 我看呢 你是往别人身上泼脏水泼习惯了吧你 你 你 有人吗 有人吗 我都知道 姐姐 你 我没想担心 我 大家 走了 今天 我们 你 你 看 我 你 我 我 啊 啊 修厂那边你盯紧点 灯光和音乐 按照我说的确认好 确保万无一失 明白 怎么就你自己在这呢 他默默人呢 我不知道 可能去哪儿偷懒了吧 好 他好像被锁在仓库了 对了 我昨天见过叔叔阿姨了 学校里面的事也跟他们说清楚了 叔叔已经不怪你了 其实我也挺支持你出去创业的 我相信就算不靠家里 你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妈说 要和我一起去留学 那是阿姨提议的 我没好意思拒绝 如果你出国留学 那你MUA的实习怎么办 实习当然没有你重要了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进的MUA 出国我是不会去的 更不会和你一起去 可是 默默 说不定是误会呢 那有什么误会 有钱请别人吃饭 天天在我面前装穷 有他这么坑钱的吗 咱们的重点 好像不是坑钱吧 以后不要再打着我妈的情号来约我了 这是最后一次 谢谢你的午餐 咱们就这么走回去吗 好远好累的 刚好减肥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对吧 去哪儿 上车 回来 莫莫 是风车 不坐白不坐嘛 你要是生气 你就坐在副驾驶上 使劲骂她呀 对吧 我又没生气 我又不喜欢吃牛排 莫莫 小艾 干嘛 她到底怎么了 还不都是因为你 我 今天我本来要跟莫莫去吃牛排的 结果到那儿就碰到你跟乔南飞了 你也知道我们家莫莫跟乔南飞不对付 还非得跑去撩人家 我对你太失望了 我没撩乔南飞 那你没事请人家吃大餐干嘛 最后受罪的还是我 我有一个朋友 哪个朋友 我认识吗 男的女的 单身可聊 要哥 你继续 我有一个朋友 她好像 舍一个女孩子生气了 就因为 她跟另外一个女生去吃了顿饭 一顿饭 然后这个女生以为 是她请那个女生吃了顿大餐 其实 是那个女生请她吃了顿大餐 所以我该 我朋友该怎么办 那个女生 好看吗 要哥 我觉得你应该 你那个朋友 应该请人家吃一顿大餐 吃大餐 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 吃顿饭就能解决问题的 女生 你靠红 红 首先第一步 你得先认错 不管有没有错 错在谁 谁的错 你都得掀低头 然后就是礼物 像什么糖果巧克力之类的 只要能让她开心的 都行 然后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放终极大招了 轻轻爆爆 高高 好 那是不是太不礼貌了 礼貌 礼貌能哄女孩子开心吗 不能 对不起你别生气了 我没那么生气 但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你明明还在生气 走 我请你吃大餐 喂 阿姨 我是菲菲 林药她 来 喜欢什么随便点 这也太贵了吧 没事 喜欢的就点 欧巴有钱 那我不客气了 林药 妈 打算跟家里闹到什么时候啊 怎么变成我闹了 明明是你们先停了我的卡 只要你同意跟菲菲去留学 卡立马给你开了 我说多少次了 我不会去的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管我的生活了 是因为她 我不会同意你和我儿子在一起的 不是的阿姨 您误会了 我就是要她 林药妮 默默 咱们走 你要是出了这个门 就不要再回来了 谁稀罕啊 大不了自立门户 林药 气死我了 这孩子我现在是管不了 阿姨 您别生气 我相信林药哥哥肯定会听您的话 吃过流血的 菲菲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那个人进我们家门的 你才是阿姨从小就看上的好孩子 嗯 真是抱歉 没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只是想经历吃顿大餐的 没事 我也没有很饿 那个 今天为什么这么说 那是说我妈一直想安排我的生活 撮合我和乔暖飞 情急之下 就只好让你帮忙了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嗯 不会 那 那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我先回去了 嘿 陪对我眨眼睛 我可不想 曾遭到晚淡了爱情 喂 沐沐 我妈在后面 别动 嗯 这两个人 是要干嘛 跟踪 如今 哇 这么刺激是我这个年龄可以看的吗 这你要当CP真的实现了 你对我眨眼睛 我可不想 曾遭到晚淡了爱情 喂 还要多久啊 我心有点累了 啊 啊 现在可以了 那我先走了 嘛 我们上车就已经捐给你了 就是 那个咱们 我们上我的车他 شk 和出名顶 我相信 我的usalem 就是家子 你们现在家猪 唐嬷嬷,我受不了你。 色盲?唐嬷嬷,你原来是个色盲? 唐嬷嬷,这个彩虹糖特别好吃,你要不要尝一尝呀?你喜欢什么颜色的?黄色还是红色?我不喜欢猪糖,不用了,谢谢。 唐嬷嬷,你看我这个萧萧漏过不去了,你帮我玩一下呗。 这都什么时候了,拧衣服做完了,还有心情玩温戏? 对不起。 怎么回答? 嗯 啊 版型不错 看得出基本功很扎实 用料选择也恰到好处 很好地展现了 我当时想表达的感觉 莫莫 这里为什么用了绿色的纱 为什么不按我的设计稿来 你们现在 只要按照规矩做事就行了 不要随便更改我的设计稿 你的眼还可以 腰间的褶皱装饰 还蛮有亮点的 不过这个面料 可能还不是最合适的 少了一些 灵动的感觉 显得有点僵硬了 是我选料的时候有些着急了 这一点我还得跟莫莫都学习学习 就是不知道莫莫对颜色的把控 是不是和面料一样竞争 你 你什么意思 这三块布料的颜色 哪块跟着更配啊 曹南飞你到底要说什么 怎么 选不出来了吗 你是选不出来啊 还是根本不知道这三块布料是什么颜色 莫莫 莫莫 对 我看不出来 莫莫 其实我还是挺欣赏你的一些设计理念的 当初说想要和我一起探寻新的颜色世界 我相信你说的这些话也是真心的 只是你分不清颜色 再怎么探寻 一些现实的困难我们也是无法克服的 老师 您也看到这些衣服了 您相信我 我绝对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 请您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用加倍的努力 来弥补这个缺陷的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你也知道 我的设计本身就对色彩有极高的要求 你现在这个情况 可能确实不太适合我这里 好的老师 等一下 你还记得你面试的时候 你说有个朋友告诉你 不要被色彩所束缚吗 我现在也想告诉你 不要钻颜色的牛角尖 也许你会找到另一番属于你自己的新天地 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工作了 但是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 谢谢老师 唐嬷嬷 亏我还一直把你当对手呢 没想到 你从没赢过我 就知道你在这儿 不想冷啊 为什么我分不清彩虹糖的颜色 为什么我不能玩潇潇乐 原来我从一开始就输了 其实你要这么想 小红糖只要是甜的 吃什么颜色 其实都无所谓 消消了玩不了是游戏的问题 在我心里啊 你一直都是最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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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在心里够冷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颜色 偶尔也问我自己 太过遥远的梦是否要继续 总是在心里够冷 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 喂 乔乔 你到哪儿了 喂 麦田老师 我马上就到了 可是这儿有点堵车 你能不能派个人来接我一下 我可能拿不了那么多东西 大小姐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闲吗 我现在可找不到第二个实习生 可以去接你了 你连衣服都拿不动 你还做什么设计师啊 告诉我 如果十分钟你再没赶到 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抓紧抓紧 还有五分钟就要上台了 所有人抓紧 好 师父 我在这儿下午把钱给你扫过去了 喂 已经到处了 好 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我自己走了啊 要帮忙 大点声 没听见 要帮忙 帮帮我吧 走吧 帮帮老师请注意 帮帮老师请注意 请摩托十分钟后 到场边后场 帮帮老师请注意 请摩托十分钟后 到场边后场 乔暖飞 你可算是来了 你们俩赶快去换衣服 大家注意点 下一场到你们了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快快快快 唐墨墨 谢谢你 其实麦田老师让我跟你说 你很有天赋 别被颜色束缚住 也许有一天 我们还会在某个舞台上相遇 来教学楼天台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欢迎来到唐墨墨的服装大秀 现在我宣布 大秀正式开始 今次清晰 意不意外 你看 谢谢你 怎么样 喜欢吗 喜欢 谢谢你 我早就说过了 你一定行的 今天只是个小舞台 以后舞台会越来越大 我也会一直陪你走下去 唐墨墨 我也会陪你一起的 我也会 还有我 还有我 妈 太棒了 妈 妈 也问我自己 太过遥远的梦 是否要继续 我们也会开来 absorbed 妈 帅她 在自己的《宣布》 我帅你帅哥 我帅哥 妈 为梦想伤散 陪人一生子 这一路正常去周边人无法合法 为梦想伤散 陪人一生子 不想只让喜欢有可不可 总共不可 创业是一种新的 新的成绩 新的自己 应该是新世界的一样 创业 是一种信念 谭小岸 吓死我了 你来 你干什么呀 记住 你能用闷 创业是一种信念 创业是一种信念 创业是一种新的 创一经念 创业是一 要不咱们先定制一个计划 活认 对呀 行动起来吧 走 卖衣服去 我们要找我们的第一头巾 让我换点衣服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你看看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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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来看一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路过 走过路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 阿姨 眼光真不错 这件正式真的不错 对啊对啊 小鹏真可爱啊 对啊对啊 再看看吧阿姨 这是最新款阿姨 你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老板你快点啊 全全可以找我啊 哥 不好意思 我们这卖的是女装 请你麻溜的走远点 别 我 认识新一季的服装设计 马上开始争稿了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一下 我 人事的衣服太妥了 有什么好设计的 可人事毕竟也是个大品牌 像我这种没分离的 我能参加吗 你可别给我开后门啊 不会的 这次大赛就是专门对新人争计的 只看作品不看资历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一定可以拿下的 嗯 哦 这个是资料 你好好准备哦 我相信 你一定是可以的 嗯 说话就说话 你别动手动脚的 你 墨墨 我有点事要去处理一下 嗯 你可要好好准备哦 加油 好 走了 拜拜 拜拜 嗯 其实你有问题的话 可以跟我说呀 哎呀 你就别闹了 要是这次能拿下和人事的合作 我们就有创业起始资金了 这样就不用摆地摊了呀 资金 什么资金 看看 天无绝人之路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些机会 嗯 我现在就去画稿 走 走 等等我 走过路过不要错 我没有穿业资金了 送你个礼物 萧萧乐 这是你可以玩的萧萧乐 嗯 你渴不渴 饿不渴 我帮你去买 我不渴 也不饿 你能不能找点自己的事情做 人事所面向的是三十岁左右 亲属女性的中高端市场 这一阶段女性正处于家庭事业趋于固化的状态 基于他们渴望突破和改变的心理 所以我们提出了突破自我的设计主题 唐小姐你提出突破自我的主题 很符合我们人事目标的市场定位 谢谢 可是作品还是略显智能了 并不是意味着标榜另类 还有特地独行 我 是从色彩角度上寻求突破的 服装设计还是需要符合潮流的 不然所谓的颜色突破就变成湖来了 我这里有一些 近年大牌秋季即将上限的最新款式 我希望你可以多多借鉴一下 少走点弯路 您的意思是 让我抄袭吗 你也可以理解为 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让自己变得更好 不好意思 我想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合作了 莫莫 这么快就见完了 嗯 你这是怎么了 王经理 刚才什么情况 我只是 让唐小姐希望她借鉴一下前辈的一些经验 你去忙吧 莫莫 其实 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借鉴一下的 连你也劝我抄袭啊 我 你不知道我罢他 你等我一下 那我先走了 哎 喂 爸 你是怎么回事 网上商店卫莫怎么还在亏损 对不起啊 我在想办法优化 你不要把心思放在其他地方 公司设计项目怎么可以随随便便找一个毫无经验的在校学生 要不是王经理提醒我 你打算还怎么胡闹 不是 莫莫她 死交归死交 公事是公事 我要混为一谈 不然我怎么放心把公司交给你 好 我知道了 莫莫 谈得怎么样 嗯 人杰那小子 凭什么 我去找他算账 是我主动拒绝的 这还差不多 想跟你合作 他们人事还不够格 走 耀哥带你去东方 喂 现在 好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谁啊 人杰哥哥 让我现在得去找他一趟 他有脸找你 吗 我去替你好好收拾收拾他 上车吧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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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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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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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莫莫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写了 这是什么 不得海棠奖 不许 这是你心爱的海棠奖 来呀 奖杯 回家回家回家 我有获奖感言 听我讲 听我讲 谢谢组委会颁给我的海棠奖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 我要谢谢我的爸爸 谢谢我的妈妈 谢谢我父老乡亲对我的心钱补育 下来下来 谢谢你 还有 我要感谢我最好的朋友 韩小爱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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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件事情 还有件事情 在这个奇国环境分配这里 嗯 我要给大家点一首歌 南亡金晓 你让我说 南亡金晓 南亡金晓 我不要抢我 这是我的奖杯 我的奖杯 下来 再见再见 啊啊 我不会 少啊 木木 你有必要这样吗 吁 不要叫我的名字 这样应该认不出来了吧 啊 丑 考试 达蒙蒙 哎来了 不是吧 什么情况啊这一夜未见 怎么变这样 妖哥 你是不是对人家姑娘做了些什么 怎么一见你扭头就走 你不行啊 是不是没让人家满意啊 创业的事 你们有想法了吗 聊八卦呢 说什么正经事 想听八卦啊 听说前几天韩小艾的绘画课 你又跑去为艺术现身了 你果然很韩小艾 说正经事 创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人还有钱还有创意 可现在我们一没钱二没人还没创业 怎么创业啊 钱我可以搞定 作为学校计算机社的社长还是有几个谜底的 所以呢 人我可以搞定 那创意 创意嘛 创业最重要的就是创业了 创业的好坏成就了创业的成败 创业跟创业是仅仅相连 力不可分的 走了 然后我们应该就 完没讲完呢 怎么就走了 画什么呢 笑那么开心 还早啊 你不会又在华寺说漫画吧 给我看看 给我 不给 我给 原来你对大华 不是的 我随便挂挂他 唐嬷嬷 快走快走 他们又来了 快走快走 我 下凉 小爱 快走 小爱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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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是做服装时尚类的手机软件 时尚穿搭博主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一款 为用户智能提供穿搭方案的APP 用户可以上传自己的衣服 为自己打造个人专属衣橱 根据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氛围 为用户提供不同的穿搭建议 至于盈利模式 我们可以和一些衣服品牌合作 你们也可以看一看 不能再在学校待下去了 这遇见的频率也太高了 据说如果一天不期而遇三次的话 就是命中注定啊 迷信之处不可信啊 要不咱去买料子吧 这么突然 咱们不能恋爱呢 咱得搞事业 走 干嘛 灵药 好 三次了 三次了 再往后退 再 再退一点 好 就这儿 你是怎么寄到这个咖啡店给我拍照的 隔壁搬的钱多多 她在这儿兼职 我请她搬个忙 就先这样吧 不行 换一个 你笑一下 怎么摆嘛 我不会嘛 别废话了 我们没有钱请模特 只能这样了 你再笑一笑 把手拿下去 你还是弯个腰吧 嗯 往左边 这边 对 再玩一点 再 再玩一点 不是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期而遇 帮我一个忙呗 走 原来这就是命中注定啊 谭总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的APP不仅邀请了各大品牌入住 而且还邀请了专业形象造型师 她能针对用户的不同需求 搭配出不同风格的造型 同样几件衣服 或许在官网上只能出现某一种风格 但是我们的造型师 能为用户提供无数种搭配的可能 甚至我们的软件还能支持顾客 自由搭配试穿 听起来很不错啊 尽快上线 下周一到我们公司来 谈一下我们的细节 你先合作一颗最快 怎么 太多吗 我啊 没有 真的啊 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啊 你们也在这儿啊 这你地盘 要你管 就是 要你管 你们说这么晚了 要那么神秘把我们叫来干嘛呀 以后 这里就是我们的创业大本营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们人生梦想的起点 冲向人生巅峰的第一步啊 我可是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办公室的 办公室 就是 咱们那个冲业项目 启动啊 以后 可以随时来这里做衣服 以前你教室有门禁限制 现在 这里二十四小时对你开放 哎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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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处上柠檬果 你们处下你和我 哎呀 行了 别闹了 那我们进去看办公室吧 对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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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股好怪的味道 什么东西啊 怎么乌气麻黑的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梦想的起点 是被灰尘掩埋了 耀哥 这 这什么情况啊 这是被坑了吧 这是我们家亲戚开的 经营不善嘛 租金又便宜 我想着咱们刚创业也没几个钱 那不得省着点花嘛 其实这 打扫打扫 还是蛮 蛮干净的 行 你看这地儿很大呀 你盯的地方 对吧 你负责打扫 我一个人啊 我和睦睦 要一起去采买 嗯 我 我也去 我 我也去 我也去 你你你 刀子 咱们还是不是朋友了 嗯 帮帮我 嗯 小艾 帮帮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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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先走了 嗯 嗯 嗯 就这件 我怎么没衣服穿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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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嗯 嗯 算了算了 你说我现在去买一套 能不能来得及 哦大姐 你这些衣服够了 又不是第一次去约会 最那么心事动众的呢 这挺好的 才不是约会 嗯 这个 嗯 唐总 您觉得满意吗 嗯 满意吗 这个 买了 嗯 啊 林药 这个沙发也太舒服了吧 嗯 然后再加上某位工人给您按摩 怎么样 林药 唐总 今天我有什么安排吗 今天您下午还有 和韩总的一个会 嗯 之后要去再巡视一下 公司的情况 嗯 这份文件 我批了 好的 唐总 嗯 采钩差不多了 走吧 请 哇 这个床 这个床也太舒服了吧 嗯 太舒服了吧 嗯 嗯 二位是睡得怎么样啊 一看两位就是刚结婚吧 我们这个床啊 特别有设计感 而且还很结实 二位 你们看 哎 哎 哎 别走啊 没想到 这个地方收拾收拾还挺像样的嘛 嗯 可我总觉得 好像少了点什么 不知道 过来 可以了 一直都没有问你 为什么要叫尤尼克呀 我觉得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我也希望 每个人都能找到 独属于自己的那件衣服 还有 独一无二的那个人 就像 我恨你 嗯 什么啊 嘿 没事儿 说什么了呀 我可不想 从早到晚谈了 我喜欢你 不是吧 做我女朋友吧 不可能 我做不到啊 真不行 告白可是开始一段新恋情必不可少的步骤 不行 你得做到 喂 你在瞎话什么呢 我俩才不是那种关系呢 你们两个谈恋爱的证据 我可是一转一大把 可是就算我喜欢她 她也没说她喜欢我呀 喜欢一定要说嘛 行动才是最重要的吧 假如是我误会了 是我自罪多情了怎么办 而且我对她好了那么久 她怎么可能感受不到 对于女生来说 明确地表达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你负责人的表现 更是给对方一种安全感 也依次表明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是有意义的 不愧是华哥 懂得真大当然 行动才是最直接的 告白这种形式 也不太适合我 生活还是需要一世感的 可我要怎么告白呢 那我只能使出过的必杀计了 好 告白的一百零一种方法 真的靠谱吗 待会他们就从那边进来打球 然后 这是你最好的表达事迹 不行 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 你是最勇敢的女战士 松什么 小艾 还说算了吧 走 我觉得这种方式不适合我 临门一脚了 你松什么松啊 你看我呢 别怕 很简单 我教你 就这样 不是大华你觉得这种表白方式怎么样 我愿意 你听我说 你可能有一些误会了 咱们就是 不是这样的 我不管 小艾 我答应你对我的告白 你要对我负责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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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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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麻 费费说 你已经一个月没有联系她啦 就在这儿不务正业 我这创业呢 爱情 事业 双风烧 哪有不务正业 你是 你一定是 妖歌的姐姐吧 我喜欢你 我是腰哥的合伙人 就是 这是我们新创的一个APP 你看 不管怎么说 这种表白方式太土了 零药 默默 其实 我 我也喜欢你 你对我眨眼睛 我可不想 从早到晚谈论爱情 未 记得会消息 总弹劲吗 我太笨 看不懂你心意 想要一点点靠近 你等我叫不清 那我 那我 活去了 等一下 要不 我们再三会儿播 可是我们都已经绕宿舍楼走了十圈了 我们谈恋爱到现在才三个小时 这么快就要分开了 明天又不是不见了 明天又不是不见了 好吧 本来不想打扰你们的 可你们都走了十圈了 不嫌累吗 你来这里干嘛 我已经和末末在一起了 怎么 你想横插一脚 哎呀 你 默默好歹叫我一声歌 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大舅子 有这么跟大舅子说话的 没礼貌 好好管管他 真是 好了 哥 别说笑了 海棠奖的比赛快要开始了 你可以以认识设计师的身份参加 这样可以免去出评 直接参加决赛了 可我毕竟不是人士的设计师 而且哥你也知道海棠奖 对于我来说的重要性 这次 我只想靠自己拼一把 我尊重你的决定 嗯 加油 好 我还有事儿 就先走了 嗯 拜拜 哥 嗯 看哪儿呢 看哪儿呢 你男朋友在这儿 好啦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回去吧 拜拜 拜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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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干嘛呢 握着 让我尝尝你的 你 哦 日跑 看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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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啊 你也知道海棠奖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我到现在一点灵感都没有 行吧 唐某某你是最棒的 唐某某你是最棒的 唐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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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你 你画错了 我明明是蓝色的 你为什么要给它涂成粉色呢 我喜欢粉色呀 我把喜欢的颜色涂上去 不好看吗 好看 那不就行了 我的画 我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我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可怜了 给我解释清楚 手机上这是什么东西 我抄袭你还带饼 可真有意思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想再受你欺负了 我欺负你 你身上的衣服包包化妆品 哪样不是我买的 那都是为了彰显你的优越感 你太变叹了 我没有 菲菲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们走 那你跟他人怎么还能干呢 那你手之间的事啊 知道啊 那不是个好的时候 医疗管的怎么样 这可能是他的 是不是还有一些东西 那 我说 我不是想你 你先说 好 是啊 这是没想到 快来 睦睦 天降大瓜 乔暖飞之前的毕业设计 是抄袭的 而且 她之前的设计稿 也都是找人代笔的 抄袭 她不至于吧 你怎么还帮对手说话 设计稿都晒出来了 你怎么还带着呢 Royal Kiwiak 啥 Royal Kiwiak 据我所知 多么又每年只生产一千米 可以说是千金难求了 千金难求 黄晶晶的家境 不是很好吧 需要我帮忙吗 其实 我挺佩服你的 我想你应该知道 乔暖飞对我们 都不太友好 毕竟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也不想再忍了 Royal Kiwiak 你找到这个布料了 那你能介绍给我吗 店家可能没有货了 我得先问问 好 那你帮我问问 我猜 你是要告诉我 没货了 对啊 这个布料很抢手的 我当然知道这个布料很抢手的 多么又每年只限量生产一千米 先不说它的高价 如果你不是提前几年预定的话 根本就买不到 除非 你是多么又的老板 我 这些设计图 还有这些手稿 都是乔暖飞的吧 只有乔暖飞在做设计的时候 不会计较价钱 而你 根本买不起 对 我买不起 凭什么只有他乔暖飞 能有最好的资源 凭什么大家都要围着他转 我不服 我就是要通通都抢过来 如果你不服 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实力去证明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我们对话我都录下来了 他那么对你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呀 听说 你又去伸张正义了 没有 就是看不惯别人被误会 他之前那么对你 你还那么帮他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为什么要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呢 嗯 我爸爸呢 也是一个很出色的服装设计师 他还拿到过海棠奖的金奖 只不过奖杯没放多久 就被组委会收回去了 说我爸爸涉嫌抄袭 我当时就在想 他一个那么出色 那么高傲的一个人 他怎么会去抄袭别人的作品呢 我相信他 可是我没有证据 从那之后 爸爸就再也没有拿起过笔 设计过一个作品 你知道吗 对于一名服装设计师来说 抄袭 是一个会断送职业生涯 甚至生命的罪名 我不想有人再因为被误会 而像爸爸那样 没事 我陪着你呢 嗯 诶 陈琼 这边 这边 这个地方应该这样的 对 总是 在心里握了 说他吗 这个世界 就是我还需要大概什么样的订单 偶尔也问我自己 太过遥远的梦 是否要继续 总是 在心里够了 这个世界那底 是什么颜色 偶尔画质上调色 不通角度能看到不同情色 回梦想想的 可以任意选择 这一路坚强去就别人无法复刻 愿梦想想想的 可以任意选择 起来了 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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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复刻 走吧 想着什么 走 走啦 回去休息了 太晚了 走 走吧 走 给你 你可以以MUA的名誉去参加比赛 这样就可以每句初试 直接进入决赛了 这个 是曼田老师给你的吧 你给我的话 那你怎么办 我才不需要这些来证明我的优秀呢 那我也不需要这些来证明我的优秀 凭我的实验 进初试 稳稳的 墨墨 谢谢你 没想到 你是唯一愿意帮助我的人 嗯 嗯 那你可要 好好谢谢我 行 你要什么你说吧 我想要 Royal Kivik 我都没有用过这么金贵的面料 可那 我也是订了好久才订到的 你要不换一个吧 那算了 我看你也不是诚心要谢我 别啊 那我明天给你拿来行吗 嗯 好 好 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胖子胖子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想到办法 你先别说话 这边什么东西啊 你别动 完了 我们的数据被清零了 大华 我们已经够忙的了 你能不能别听了 我 我这不是也想帮大家忙吗 你静帮倒吗 这全没了 又跟你终于来了 老婆 现在怎么样了 应该是专业黑客的手法 完全追踪不到对方的痕迹啊 这些黑客是闲的嘛 连我们这种小作坊都黑 我们现在程序可以重启 问题是 有你和原定的上线时间来不及了 还有我们谈的那些服装合作 他们要是追责起来怎么办 完了完了 我还是让他们晚点上线吧 对 还有宣传那边我也得抓紧 对了 速车电脑上好像还有数据备份 大川 你回去取一下 胖子 你和齐全修复下电脑 bug 以免黑客还有后手 大华 你去看看之前的模式 还能不能登陆 好 动起来 大家动起来 大家紧急加个班 应该能赶得上原定的时间上线 对 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怎么了 前几天就得加班 今天还得加班 再这么熬下去 人都会要猝死了 怎么办 这根本做不完呀 妖哥 要不我们放弃得了 不可能 好 我看大家都疲了丧啊 我们要不想个办法 让他们开心起来 要不煮个火锅 你看他们那样 下是能吃得下的吗 我有一个好办法 什么 跟我来 这是我们穿的吗 其实我早就想穿这些衣服了 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 那你说我就不必了 难道你不想帮帮工作室的小伙伴吗 你看他们压力多大 气质多低沉 心情多异 嗯难道 你就不想帮帮灵药吗 穿 怎么样怎么样 马上马上别急 搞定了 还追用你的 终于搞定了 这一天的夜 算是没白熬 可算是完事了 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 泡子你抓紧去休息吧 好嘞 那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走吧 走吧 嗯 伤心里就站好 警方到底一眼微笑 还有定数手标 别人调数恐恐一秒 忘记有队归 有队归 到数千四秒 大剑 别家伤后 都够饭 定得倒 最最最重要 冲 一屈 十一 十一 身影都像眼睛 够亮 翻 这样 这么美的衣裳 大大的梦想 干爱干� 军 大家安静安静 咱们创业的第一步 总算是完成了 然后让我们有请 林耀林总给大家讲两句 大家进一句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挺感激大家 愿意相信我 跟我一起把尤尼克做了出来 这段时间 大家也是真的辛苦了 来 我敬大家一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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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饭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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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 再叫一份 这儿滚够 老板 加两块肥牛 谢谢耀哥 叫什么耀哥 叫林总 等咱们尤尼克上线 丑报了之后 就可以赚大钱了 到时候咱们再把公司这么一扩大 嘿 胖子 你就是软件开发部的王总 锦轩 就是技术部 大川就是策划部游总 我妈就是大中华服务总代理人华总 辣豆吧你 就你 多吃点菜吧 哎 喂 人杰哥发的这个 雷某是什么意思 发了个啥呀 嗯 这个雷某 怎么会优尼克这么像啊 介面设计 功能设置 都和雷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我看看 这简直就是抄袭啊 怎么能做一模一样 这 应该是之前那次黑客入侵 这也太无耻了吧 打官司 告他 告他 之前入侵的IP是个海外地址 我没有证据指向认识 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哎 哎 零药 你上次发让我看了吧 还不错 好 人杰 唐墨墨要跟我抢 APP也要跟我抢 你是抢成习惯了吗 干什么 发什么疯啊你 我没有证据 装无故啊 雷柯是不是你在负责 是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把我那雷柯 换了个名字直接上线 你还真好意思 雷柯是我团队 花了一个月时间 研发出来的 你的那个什么雷柯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 你不要把你的失败 归咎在我的头上 你好好看看 喂 你好 我是尤尼克的负责人李耀 您之前谈的协议合同 林总 我们已经决定选择锐帽了 人事是大集团 比起您这边 更让我们放心一点 违约金我们会招架赔付的 您放心 您能不能再 好了别打了 他们是不会放弃人事的 对不起啊 又让你们失望了 你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啊 从我第一次见你 你自信 勇敢 聪明 善良 虽然呢 有时候 有一点任性 还有一点小傲娇 但是因为你长得足够帅 所以这些小缺点 都是可以被原谅的 你在我眼里 是有光的 我相信你 你一定不可能 会被这种小困难打倒 但是 你要是再不吃饭的话 你就一定会被饿死 好了 不要在这儿待下去了 我带你去吃饭 那我要吃红烧肉 走 啥呀 我有办法了 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 做小众品牌 小众品牌 这样的话 一来我们可以跟人杰公司的目标用户区分开 二来可以独创 创新 国潮等标签作为宣传的切入点 这样的话 或许我们的优雷克 可以重获新生 哇 药哥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牛啊 嗯 今天整个人都在发光 闪闪发光 行了 别废话 你觉得怎么样 行 其他人呢 有意见吗 没意见 好 那我们就开干 我负责联系商家 你们负责 把原来的界面改掉 希望我们能最短的时间内上线 我可以做第一个入住的品牌 有品位 有品位 走 干活 走 走 任总 您找我有什么事 叫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 维谋是你自己设计研发的吗 是啊 当然是 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这就是你所谓的自主研发 东窗事发了还不知错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为招你这样的人进公司 坏了我这你家的招牌 我有什么错 他灵药不就仗着自己有个好爹才仗势欺人吗 我不会是给他一点小小的惩罚 我哪错了 你不是也看灵药不顺眼吗 我们一起对付他 有什么不好的 我是看灵药不顺眼 但是不代表我愿意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 去击败他 你走吧 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哎 哎顿了顿顿顿了顿了顿顿了 哎 哪儿出了问题啊 没事 加油啊 林总 你也是啊 唐总 你们俩怎么还在打情骂俏 明天就是海棠讲的报名截止日期了 睦睦 你搞话完了吗 还没 那我去干活了 去吧 怎么样 半个小时没动了 你看 唐嬷嬷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是做设计的 不是做流水线 尤其是服装设计 你得加上自己的创意 多动动脑子 就你这么一板一眼的韵色 还想进MUA 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今天拍头发布的几款流行色 我都没有在你的设计稿里看过 服装设计还是需要符合潮流的 不然所谓的颜色突破就变成胡来了 你也知道 我的设计本身就对色彩有极高的要求 你现在这个情况 分了确实不太适合我这里 话怎么样了 没事别着急 这不比赛还有一段时间吗 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准备充分 要不我明年再去吧 怎么了 就是觉得准备充分一点去 比较有把握嘛 反正机会多的事也不急于这一事 默默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 你 默默 你上学校热板了 小暖飞 敢不敢跟我再比一次 飞飞 弄着干嘛呀 快来帮我拿一下 这什么呀 这么沉 衣服 衣服 你买这么多衣服干什么呀 这不是我买的 是唐嬷嬷送的 唐嬷嬷 你俩不是死对头吗 她怎么还送你衣服呢 你懂什么 她送的不是衣服 是战书 哇 药哥 可以 太不容易了 肯定是我昨天发的帖文起效过了 我可真是个平平无奇的营销小天才 你可拉倒吧 就你那帖子 一共就四个赞 我 药哥 小爱 再加上你自己 你这样就能叫小天才 那我成爱因斯坦喽 别吵了 让我看一下 看 是我们的代言人起作用了 代言人 嫂子 小爱一定也在 给我看看 韩小爱 小爱拍得真棒 把嫂子拍得好好看 求你的德性 你怎么说嫂子本来就好看呢 是吧 药哥 那也是我们家小爱拍得好 我们的代言人都努力了 我们也不能落后 马上发起消化投票 争取让更多的人 参与到这次的消化PK中来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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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找我来 就因为这事 你爸能同意吗 我可以决定 不需要经过他同意 有 终于硬气起来了 我只是后悔 以前没有早点这么做 好了 看合同吧 对了 上次网站的事情 我已经叫人查清了 的确是有人盗用了你的网站 然后转头给我 我已经把它开除了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吗 是啊 的确是有佣人市场导致了你的损失 不过现在APP已经上线了 也不太可能交停 为了避免两家打架 不客气了 流量引流 数据分析 还有 交通运输 这方面 都由你们来负责 至于费用方面 在这基础上 再加百分之十 林药 你不要太过分了 那算了 等等 我答应你 没想到我赢了你这么多年 最后竟输得一败涂地 是 APP也是 莫莫也是 我最近常常在想 要是我当初勇敢一点 是不是就没你什么事了 那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我比你更勇敢 喂 林药 你死哪儿去了 行 知道了 我 不行 女主召唤 我得走了 药哥还来不来啊 这锅都开了 不行 还没开始吃 他说他马上就要到了 要不 咱 先吃 就是 怎么还 怎么还东西呢 等一下吧 进工厌 老板都不再怎么行 等一下吧 该 咱们 来了 哎 来了 等你好久了 来咱们来了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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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豆腐 就等你了 来来来来来来 去这个吃热吃 恭喜啊 我的小设计师 怎么会 你帮我投作品了 那当然了 别吃菜 吃肉吃肉 我要吃肉 肉怎么样啊 谢谢 我要吃肉 我帮你夹下肉下肉 吃 哎你夹个吃你夹个菜 给你下肉 来 去这个 喂妈 哎你过来啊跟你儿子说两句 哎呀我不跟他说了 你跟他说吧 哎你爸呀就是很硬 天天捧着你这个APP 跟别人说这是我儿子做的 你就别跟你爸讲了呗 听妈话 你才假的吃了 赶紧你回家吃饭吧 你把睦睦也一起带上吧 好好 怎么样 阿姨说什么了 我妈说 丑媳妇该回去见见公婆了 你咋重呢 你最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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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 人家丑媳妇都见公婆了 我什么时候见公婆啊 大伙啊 你要见公婆啊 吃饭吃饭吃饭 我们为两个丑媳妇干一杯 干一杯 干杯杯 干杯杯 快点快点 已经是最快了 还有二十分钟比赛就要开始了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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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马上就要开始了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 韩小艾 你是不是又忘记给我充电了 对不起对不起妈 我又知道一条路 又 走走走走 吃死我了你 快走快走 对了 好 下一位唐嬷嬷设计师 唐嬷嬷在吗 再等一下 马上就到 在 来了来了来了 快 来 这里 谢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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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 第二十五届海棠奖的决赛现场 各位设计师有十二个小时 在现场完成参赛作品 进行走秀评审 每位设计师将有一次进行设计阐述的机会 我们会结合评委和观众的意愿 来进行最终的评选 期待大家到时都能拿出精彩的作品 爸爸 我真的 走到这里了 别着急 慢慢来 别着急 慢慢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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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不会太深了 这会不会太淡了 那边去收拾觉 嗯 不要听别人说 自己想画的就行了 我相信你 你画错了 我明明是蓝色的 你为什么要给他画成粉色啊 不好看吗 好看 好看就行了 我喜欢这个颜色 对啊 喜欢不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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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嗯 弄完了 嗯 嗯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现在 我要给我的模特 两尺寸 嗯 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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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比赛呢 这不怕你太紧张了吗 嗯 不紧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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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来说 我看那 whip 我看那表情 我看就知道 我看一眼 好疼 好嗎 吃東西了 好 好 好 根据评委们的最终评选 现在我宣布 海棠奖的最终得主是 唐墨墨 现在我们恭喜心率设计师 唐墨墨 好 下面有请她上台领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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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唐墨墨 这件衣服 叫做蔚蓝色的梦 她的灵感 只是由于我自己 可愿意选择 我是一个色盲 有何不可 有何不可 做自己喜欢的作品 不能被颜色束缚 所以我站在了这里 向大家展示我的世界 这一路走来 我遇见了很多善良的人 她们会在我困难的时候 帮助我 会在我失落的时候 鼓励我 或在我开心的时候 不抱我 能够遇见她们 可以任你相遇 这一路走去这边 让我无法 未能相相思 所有的你选择 我所为只要喜欢 又何不可 谢谢你 让我看见了真正的世界 让我看见了真正的世界 嘿 别对我拆天心 我可不想 你 走在了两个人的眼前 嘿 我记得会消失 从弹琴把我拍的 看不懂你心意 对不起 我能够遇见 你 我能够遇见 什么 我能够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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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能够遇见 我把你做过 我能够遇见 你 我不能够遇见 有什么 那一路走 我能够遇见